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民宿记》 今天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看起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有点奇怪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妻子 如果说被她先生 怀疑说她有婚外情、有外遇 那就要给她做一个试验 试验,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 这个太太就要被带到祭司的面前 她需要蓬头散发,要把头发放下来 然后,她手里要拿着一碗大麦面 这个叫做疑恨的素剂 就是大麦面的面粉 面粉有多少?差不多两公升左右 然后里面不可以浇上油 也不可以加上乳香 为什么? 因为一个正常的素剂 我们是献上细面 同时会浇上油,也加上乳香 这是有象征的意义 这表示说是一个充满圣灵跟祷告 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 我们把这个生活献给神 因为这个圣灵 油就是代表圣灵 乳香是代表祷告 然后这个细面,里面没有一些杂质 是一个是很纯粹的 就表示说我们是无可指责的 我们把这样的生活献给神,这就叫做素剂 那你说,我的生活根本没这么好 所以这个素剂,往往其实预表都是讲到主耶稣 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素剂 祂为我们活出一个完全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每个基督徒 我们也是要尽量,我们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 这个素剂让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是怎么样 就是无可指责,然后充满圣灵,充满祷告 在生活里面,常常跟神有沟通 但是这个疑恨的素剂 现在这个太太被带到祭司面前 她所献上的素剂,是叫做疑恨的素剂 跟一般的素剂不一样 这个素剂,它不是细面 不是小麦磨的面粉 是大麦,大麦是比较粗糙的 然后里面不可以浇油,不可以加乳香 因为她现在是要把她自己的生活 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见察 我的生活,我是不是跟人家有一腿 跟人家有婚外情,求神来见察 所以这里头,你不能说放着油,放着乳香 我的生活里面充满圣灵,充满祷告,无歌指责 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是要求神来见察的 这时候祭司呢?祭司说你要拿一碗水 这是一个瓦器 这个水是圣水,什么叫圣水啊? 圣水可能就是在会幕 在会幕的院子里面有一个洗浊盆 洗浊盆里面有一些水 这个水大概就是成为圣水 因为除了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圣水是什么水 可能是洗浊盆里面 咬出来的一些水,放在瓦器里面 同时,他还要从圣索里面 地上,拿一些尘土 就放在水里面,混在水里面 然后,到时候要喝下去 为什么要喝这个土? 因为吃这个土,象征咒诅 在《创世记》里面 这个蛇被神咒诅 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 所以这个吃土,这个蛇被咒诅吃土 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审判 现在,把一些尘土放在这个水里面 到时候要叫太太喝下去 所以就是说,他要把一个咒诅喝下去 现在有一个咒诅在这个水里面 所以,首先他到了祭司面前 祭司就要这个妇人发咒启示 说,我确实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 如果有的话,愿这些咒诅都临到我的身上 所以那时候,祭司要把这些咒诅的话 写在一个像是羊皮上面 或者是说,一个葡草纸 反正就是写在一个纸或者是一个皮上面 然后,把咒诅上面的画 写在上面的墨水 给它抹到水里面去 让圣水把墨水融掉 所以,咒诅的墨水也要加到瓦器里面 所以,瓦器里面有圣水、有尘土 还有咒诅的墨水 所以这碗水里面,就是充满了咒诅 这时候,他太太要先献上遗恨的宿记 把这个宿记交给祭司 祭司就拿了一把,把它烧掉 意思就是说,请神来检查他的生活 接着他就要喝下咒诅的苦水 这个水是苦的,他就要喝下去 喝下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他有罪的话,会有一个神迹出现 什么神迹呢? 就是他的肚腹发胀,大腿会消瘦 肚腹发胀跟大腿消瘦 肚腹跟大腿都是讲到他的暗示 代表他的生育的功能 所以,就想表现如果他生育的功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会导致他不孕或流产 这个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审判 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就会怀孕 就会生下小baby 所以这个字就是说 我夫妻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矛盾 就要带到神的面前来 神设定一个方法,让祭司来研判 到底这个妇人有没有罪 如果说是有罪的话 他喝下去的咒诅就会使他蒙咒诅 如果他没有罪的话,他喝下去 这个咒诅不会临到他 在箴宴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 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虽然他喝下这个咒诅的水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清白的话 这个咒诅不会临到他的 麻雀往来,燕子翻飞 意思就是说,这个鸟飞来飞去 它不会落在你的身上 它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上 所以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根本是清白的话 现在有一个很奇怪 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在民宿记里面,突然冒出这么一段话 意思就是说 即使是清关难断家务事 但是神还是会让祭司有一个办法 能够来判断 因为这事情到最后还是神在掌管 神在监察 所以神还是会顾虑到这些家务事 何况这家务事也不是说小事 很重要的事情 民宿记事讲到说 以色列百姓 他现在本来是一盘散沙 他们就是一群人 现在神把他们整顿起来,成为一个军队 所以他们的扎营 他们的行径都开始有规律了 做一个军队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内部不能有矛盾 所以内部,如果家庭里面有矛盾的话 军队在敌人面前就站立不住 所以有些矛盾都需要先解决 所以在第五章里面,除了妇人被怀疑 有没有外遇之外呢? 另外,如果说人跟人之间有什么亏欠 需要赔偿的 在第五章第六节那边有提到 需要赔偿 所以内部的这些矛盾,需要先解决 还有里面的一些不洁的 长大麻风的、患动症的 还有因为死事不洁净的 都要离开这个营 所以成为一个军队 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有这些规定 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六章 第六章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人 叫做拿希尔人 这种人是奉献给神的人 拿希尔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他本来是属于,他们就是活在世俗当中 但是他现在愿意许一个愿 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你可以是一段时间,可以是终生 就是自愿离俗,归给神 不限于男的、女的都可以 可以有一定的期限 这样的人,他有三个禁忌 第一个禁忌,就是他需要远离清酒跟浓酒 不可以喝酒 碰都不能胖,闻一下都不要 要远离他 同时也不可以吃葡萄跟他的制品 像这个醋 葡萄因为酒后来就是在发酵,变成醋 葡萄汁不行,鲜葡萄、干葡萄都不行 从皮到河做出的任何制品都不行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些健康食品叫葡萄纸 这个也不行 这些都是跟葡萄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神不要他们吃葡萄和酒? 因为葡萄跟酒都是象征什么? 就是世俗的享乐 所以成为一个拿西尔人,你现在归给神 你就需要跟世俗的享乐要分别 别人可以去享受那些,但是你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接触浓酒、清酒的话 你这个人的神智就不会那么清晰 但是成为一个拿西尔人,他需要在神的面前非常警醒 他需要知道神要他做什么 他知道神要他怎么样为神而活 所以他需要跟神的那条热线,要常常是沟通的 如果说他沉溺在这些世俗的享乐当中 他很容易他那个天线就不灵光 所以我们其实真正说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巴望我们成为一个拿西尔人 我们把自己完全委身给神 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享乐 神不是要我们不享乐 但是,你如果成为一个拿西尔人的话 你就需要有劫持 你就知道说,很多东西,别人可以 我们不能去碰他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在那里头,我们会迷失自己 我们里面对神的敏感度,就会失去了 还有,拿西尔人不能剃头 为什么不能剃头? 头发是拿西尔人分别为圣的记号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圣观 大祭司他有一个圣观 在《出埃及记28章》那边有提到说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子 在上面按着刻图书的方法 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就像在这里 上面有一个牌子 然后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 细在冠冕的前面 所以,大祭司牌子上面就写说 归耶和华为圣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归给神为圣的 所以,归给神为圣的这个记号在他的头上 今天拿西尔人,他没有那样的牌子挂在他头上 但是神给他另外一个记号,就是头发 头发不能剃头,就要留长 当然留了个很长的头发的时候 他走在马路上 人家一看到这个头发那么长 就知道说,这个人是拿西尔人 他是归给神的 所以他不能去沾那些不洁净的东西 他也不可以吃那些葡萄做的东西 他知道说,这个人是归给神的 所以,他的分别为圣的记号在他头上 在民书记第6章第7节说 这个拿西尔人怎么样? 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死的时候 他不可以因他们是自己不洁净 因为什么? 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 所以他这个头上的头发,是他一个气号 是表示说,他是归给神的 所以你不可以让他自己不洁净 大祭司也有一段类似的话 《利未记》21章里面有提到说 他不可以出圣所 也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 因为神高游的冠冕在他头上 我是耶和华 所以他头上有戴冠冕 跟拿西尔人头上的长头发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记号 所以他们就不可以去沾死人 大祭司就不可以出圣所 因为出圣所的话 他就会跟世俗的人混在一起,不行 他如果要出圣所 一定要把帽子给摘下来 就是说,他一定要摘下帽子之后才可以 不然的话,神的高游的冠冕在他头上 他是不可以离开圣洁的地方,到外面去的 所以,当有一天 当拿西尔人的试约起满的时候 他就要剪头发 他要把头发剪下来 那时候,他就可以喝酒 他把那个头发剪下来 就好像是大祭司出了圣所的时候 他要把他的圣冠,把那个冠冕摘下来一样 所以,这个两个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当他试约起满的时候 他等于就是,像大祭司这个时候就下班了 他就可以到外面去 但是问题是,如果他在上班的期间 他就一定要,头发不能剪 然后大祭司那个冠冕,不能摘下来 还有第三个禁忌是什么? 不可以挨尽死尸 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的 都不可以去碰到 如果说父母经过世了 你都不可以去帮他办伤事 因为你会办伤事的话 你就会靠近那个尸体 所以,这个就是说 拿西尔人需要跟一切污秽不结,要分别 甚至于,你需要放下个人的感情 所以,这时候把神放在第一位 超过一切地上的亲情 然后,要跟一切的污秽分别 所以,他从世俗的想乐分别出来 从一切的污秽不结,要分别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圣经里面,参孙、撒摩尔跟施洗约翰 都是终生做拿西尔人 他们在出生之前 天使就指示他们的父母亲 说这个人,他一生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什么叫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一个拿西尔人 所以后来,他们出生之后 他们的父母亲就把他奉献给神 做一个拿西尔人 保罗也曾经许过拿西尔人的愿 在《使徒行传》18章18节 这边讲到说 保罗又住了多日,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 摆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 保罗许过愿,剪了头发 为什么剪头发? 因为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 等到这个愿起满的时候 他就要把头发剪下来 我们看一下拿西尔人跟大祭司,还有普通祭司 他们之间有一些地方有共通点 有些地方就不一样 拿西尔人,他不可以哀尽使师,包括父母亲 大祭司也是一样,不可以哀尽使师,包括父母 普通祭司,规定比较松一点 他不可以哀尽使师 但是父母、儿女、兄弟跟没有嫁的姐妹除外 如果是父母亲过世了,儿女过世了 他们可以去碰那个尸体 这是普通祭司 大祭司的话,也是不行的 所以在头一个规定里面 我们看到拿西尔人跟大祭司都最严 然后第二个,拿西尔人完全不可以吃任何葡萄做的东西 大祭司跟普通祭司,他们是可以吃 只有他们进会幕的时候,不可以喝酒 所以他们,意思是说 上班的时候,你不能喝酒了 下班之后,可以 所以这个是拿西尔人,他的规定更严 第三个,拿西尔人是不可以剃头剪法的 但是大祭司跟普通祭司,是不可以剃头 但是必须要剪法 这是以西结书44章20节里面所说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拿西尔人的规定比较严 我们看一下 看起来,拿西尔人这些规定 对他的要求都比较多 我们再看看,这有一些彼此之间的差异 拿西尔人他分别的记号在头发上面 祭司是在他们的圣官 特别是大祭司 大祭司上面还有写一个归耶和华为圣 普通祭司他们也是有 头上也有包头巾 但是没有讲到说,那个是不是他分别的记号 但是基本上,祭司他们分别的记号 是在他们所带的圣官上面 这两个就有不一样的意思 用头发做分别的记号 就暗示说这是一个生命的服侍 生命的侍奉 圣官就表示它是一种植物式的侍奉 什么叫做生命式的侍奉 什么叫做植物式的侍奉 生命的侍奉就是说 你现在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你这个头发是你的这个记号 头发就是你的所赐 我现在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我是一个神的仆人 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来证明 我是一个神的仆人 用自己的生命,就是头发 来显明自己是分别为圣的 植物式的侍奉 是用自己的职位,就是这个圣官 来显明自己是分别为圣的 这个圣官,你随时可以带上 随时可以摘下来 当你上班的时候,你带上去 下班的时候,就摘下来 所以你上班跟下班 你可能有的人会活出两种不同的生活 这就是因为说,我现在在扮演一个角色 我扮演一个神的仆人的角色 大祭司的角色 但是私底下,我并没有大祭司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种层次的服饰 但是拿希尔人,他没有给你一个头衔 我现在给你戴一个帽子 你就是属神的,你是一个属灵的 不是,他需要用他的头发来显明出来 它是分别为圣,头发是长出来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头发有 明天拿下来,后天又有 你的头发,除非你是戴假发 不然的话,不能这样子,一下有一下没有 帽子可以,升官可以一下有一下没有 就是随着你的场合 我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拿希尔人不是 拿希尔人就是说 我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生命式的事奉 今天新约,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人人皆祭司 祭司可以预表我们的身份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来说 拿希尔人更能够表达出神对我们身上的要求 他不是我们只扮演一个角色 他乃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 有的人,今天教会里面排你服侍 下礼拜让你来带敬拜 下礼拜让你来站讲台分享 哇,我就好认真了 等到这个服侍完了之后,我就放轻松了 我就整个可以去华天酒地,都可以 这个就是那种用自己的职位 就叫职务式的事奉 不是生命式的事奉 但是拿希尔人,因为他没有上下班的 祭司可以有上下班,拿希尔人没有 他知道他的这个誓约期满之后,他才真的下班 拿希尔人是不穿圣衣的,他没有什么圣衣 大祭司,他有大祭司袍,他有以弗德 普通祭司,他也有戏麻布的内袍 所以,你一看到大祭司,一看到普通祭司 你就说,这个人是神的仆人 你就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制服 拿希尔人跟我们穿的一模一样 他外面没有一个特别的样子 他们是在生活当中服侍神 拿希尔人,他不是在会幕里面 我也在那边陷阱,没有 他就在生活当中来侍奉神 大祭司跟普通祭司,是在圣所里面侍奉神 这是两种不同的侍奉 在生活当中侍奉神,表示说你随时都在侍奉神 你没有上下班 祭司,他是有上下班的差别的 我在圣所里面上班,我就侍奉神 下班之后回到家里,我就是普通人 我就没有在侍奉神,我可以看电视 我可以去打游戏,都没有人管你 但是拿希尔人不是 因为他头发没有剪掉,他就一直在上班 他就一直在侍奉神 所以神是护照我们做什么?做拿希尔人 所以我们今天,你不一定说是你读神学院 你不一定说你做全世界的工人 但是你可以在你的职场上面,在服侍神 你可以在你的家庭里面,在服侍神 你一天24小时,你都是设立在神的面前 他不能喝酒,不能吃葡萄东西 就是说我的天线,向着神一直是很敏锐的 我随时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你没有看到说,拿希尔人他要做什么事 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说,祭司他要做哪些事情 他要杀牛羊,要献祭,还要烧香,还要点灯等等 祭司的责任,圣经里面讲了很多 但是没有讲到说,拿希尔人到底要做什么 拿希尔人甚至于也不是祭司的助手 他不能跑到圣殿里面说 我是拿希尔人,为他帮忙献祭 不行,这不是他的工作 他是在生活里面侍奉神 所以你看到,三孙有没有在圣所里面献祭? 没有啊 但是神什么时候给他一个任务的时候 给他一个很大的力量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起来击杀非尼斯人 撒摩尔他是有在献祭 因为他从小就在圣殿里面 所以神给他另外一个使命不一样 施洗约翰也是拿希尔人,但他不在圣殿里面 在旷野里面 所以拿希尔人他的任务,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他们就是预备好了 我就是为神而活 保罗也是一样 他说拿希尔人,他不是在圣殿里面 他根本是在格林多 所以他们服侍的场合,甚至他们的生活 拿希尔人他没有特权 他不能去吃什么圣物 他根本就是自食其利 平常还是要上班赚钱的 大祭司跟普通祭司,他们无份无业 神没有分给他们什么产业 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 所以神给他们有一些特权 他们可以在圣所里面进出 然后他们也接受老百姓给他们的奉献 这就比较像我们今天的全世间工人 拿希尔人就比较像是带子侍奉的 但是一个全世间工人,他也可以是一个拿希尔人 一个带子侍奉的,他也不一定是拿希尔人 所以这个是完全看我们的心态 我们是不是常常一直势力在神的面前 作为一个完全尾身给神的一个人 有一篇文章叫做,别人可以,你不行 讲到说拿希尔人很多事情不行,不能做 就像我们基督徒 有的基督徒,他有一个拿希尔人的心智 别的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他都不能做 那不是很苦吗? 但不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期望 那这篇文章呢,我们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有 那这里我再绣一次给大家看 请这个Joey就读给我们大家听 如果神呼召你,要你的全人像耶稣 他就要引领你进入一个定十字架,谦卑的生活 对于你的顺服,神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他不允许你造别的基督徒的样子行 在许多事上,他似乎允许其他好人去做 神不允许你去做 别的看起来又虔诚又为主所用的基督徒和传道人 可以借由推销自己,用手段操纵 用诡计来完成他的计划 可是你不能这样做 而且如果你努力尝试这样做 你将会大大失败,且被主责备,使你万分懊悔 别人可以拿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成功,他们的著作 来夸口,但圣灵绝不允许你那样做 如果你开始那样做,他会使你遭到极大的羞辱 以致你鄙视自己和自己的成就 他允许别人发财,继承一笔遗产,或者过着奢侈的生活 但神似乎要你一直贫穷 因为他要你得着远胜金子的东西 那就是无依我靠的来投靠他 这样他就能每天从那看不见的金库里供应你的需要 主教别人被尊敬出人头地 而使你隐藏不为人所知 因为他为了他的再临的荣耀 要培育出一些精选的新香的果子 这种果子都是长在隐秘的地方 神会让别人伟大,却使你渺小 他会让别人为他工作而得到称赞 却使你劳苦而不知道成就了什么 然后为了使你的工作更显宝贵 他甚至于让别人抢走你所做的事情的功劳 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要得到十倍的赏赐 圣灵会用他记邪的爱严格的检查你 他会因着你一些些微的话和感觉 或是因为你浪费了时间而责备你 然而其他基督徒却不为这些小事忧伤 所以你何不下定决心 承认神是一位无限的统治者 他有权利照他所喜欢的来对待属他的人 而且他用你理智所不明白的方式来对待你 也不向你解释许多事情 他要照你所说的话代你 如果你曾把自己完全卖给他做奴隶 他就要用他记邪的爱将你包裹起来 让别人说做你所不能说做的事 永远将你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 一直让圣灵来管制你 而且他有权利勒住你的舌头 或者捆住你的双手 或者闭上你的眼睛 但是他并不如此管制别人 当你如此的被这一位活的神所占有 以至于在内心深处欢喜 且极乐意让圣灵如此特别的 个别的、私下的、寄邪的、监护并管理你的生活 时你就已经找到天堂的门厅了 这就是一个拿谢尔人的生活 别人可以的让他们去 但是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我们乐意被神这样的约束 让我们跟祂之间的热线更加的畅通 让祂借着我们可以成就祂所要做的事情 接着,神就吩咐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现在就是祭司,他有一个责任 要为以色列人祝福 那要怎么祝福? 今天我们要为人祝福,你怎么祝福? 你祝他什么? 我们说祝你什么? 祝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我们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祝你财源广境,宏图大展 还有祝你健康快乐,幸福美满 但是,以色列的祭司 不是这样子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的 完全不是 这些祝福,你看我们平常这样祝福人 这里头都有些特点 第一个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心想事成,万事如你的意 照你心所想 但是,这不一定是神所想的 然后这一切快乐,里头没有神 我们自己好像是很顺利 而且这些福,都是地上的福 但是现在神要以色列所蒙的福 不是这样的福 所以祂说,你要怎么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呢? 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示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示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神给祭司们的规定 他们如果要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话,就讲这三句 那你说,这三句有什么奇妙的地方? 神说,你如果这样祝福的话,我就要赐福给他们 你看这里头,三个愿耶和华,愿耶和华,愿耶和华 提了三次,对不对? 就讲到我们神是三一神 所以,我们圣福、圣子、圣灵都要来祝福我们 这个祝福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我们看到真正的福分都是来自三一神,以神为中心 每一个都是由神来赐福 对不对?没有一个是说 除了你这个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那里头没有看到神 但是你看到这里所有三句话,都是由神开始 就是这个福分都是来自神,而且是以神为中心 然后,而且我们看到真正的福分是来自 是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 前面,这三句话,前半句,几乎都是在讲到说 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之后 就会有一个对的结果 而且,真正的福分是属天的福,是属灵的福 这三样,上面提到的,其实都是属灵的福气 不是属地人的那些福气 属地的福气,是跟着属灵的福气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 第一个,愿耶和华是福给你,保护你 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有说到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福气?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不是地上的,不是 天上来,因为天上来更加宝贵,包括什么? 包括神拣选我们,神预定我们 神救赎我们,还有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受圣灵,让我们能够得着基业 这是以弗所说第一章里面所说的 这是我们所得到的那些属灵的福气 这个福气,比什么汽车、洋房、学位、财富 这些更加的重要,更加的保护 因为这是永恒的福气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要赐什么福? 我说我要这些福气 我要被神拣选,我要被神预定 我要被神救赎 我要被神赦免 我要得着圣灵,我要得着属天的基业 你要知道说我要得到的是这样的福 神看到你有这样的心 神非常喜悦的 就像是雅各,我要抓神的祝福 不是地上的那些 住地上那些的话就太low了 然后要保护你 主耶稣那时候为门徒祷告 他说我不求你,不求天父 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遮盖 所以当我们要领受属灵的祝福之后 我们也会领受一个属灵的遮盖 不受恶者的攻击 然后第二个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私人给你 圣经里面 神的脸是代表神的同在跟神的显现 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 就表示说我们跟他在一起 我们才会看到他的脸 现在大家跟我什么,我们用Skype 你们看不到我的脸 所以你们没有跟我同在 但是当我们彼此看到对方的脸的时候 我们就是经历到对方的同在 当我们经历到神的脸,向我们光照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 而且不仅同在,不是只是我们眼睛蒙起来 然后知道说,他在我旁边 同时我们会看到他脸,就表示说 我们经历到神的显现 神的同在跟神的显现 这就是神的脸所代表的意思 所以神的脸宝不宝贵? 非常宝贵 圣经会幕里面的橙色饼 英文叫shil bread 原文是面饼 就是bread of the face 脸 脸的饼 是脸,就是我们的面,神的脸 这个饼,代表神的面 所以今天英文圣经里面 多半把它翻成为bread of the presence 就是神的同在,就是同在饼 神的面,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就是神的面 所以因此神的面,就可以代表神的同在 雅各在弊弩伊勒,跟神摔跤 然后雅各后来摔不赢 就问那个天使说 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个人说,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弊弩伊勒 伊勒是神的意思 弊弩就是脸的意思,就是面的意思 所以弊弩伊勒就是神的面 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着神,我的性命仁得保全 所以神的面,不仅是他的同在 而是也是他的显现 在弊弩伊勒那个地方,神向雅各显现 但是,他居然还活下来 所以他说,这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地方 弊弩伊勒 当他在那个地方碰见神,遇见神之后 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用脸光照,就是表示说神的垂顾 神的脸光照你,就是神顾念你,神看着你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箭言16章的话 所以,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这个脸光,当然脸发出光来的时候 就表示说,他向你露出和蔼的面容 就发出光来,这个和蔼的面容 会让人有生命 如果它是发出怒容的话 那就完了,对不对? 所以,王的脸光跟王的恩典 这两个可以说是对比的,对仗 单一里书9章17节说 我们的神,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 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索 什么叫说用脸光照你荒凉的圣索? 就是眷顾,求神来垂顾他的荒凉的圣索 第三个,愿耶和尔向你仰脸,示你平安 仰脸就是抬起头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类似用脸光照 表示神抬起头来看着你,关注在你身上 祂不是低着头,不理你,祂是注视着你 所以诗篇第4篇第6节说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 耶和华,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 求你抬起头来看我们,光照我们 当你仰起头来看着我们 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亮光 所以相反的就是颜面 神颜面的话,表示说神就不理会,甚至于气绝人 诗篇八十八边,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一眼面不顾我? 你一眼面,他们便惊慌 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所以神一眼面,就表示祂弃绝,祂不理会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句跟第三句,都提到脸 所以用脸光照跟仰脸,都是形容 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的感受 你就是因为跟神有相交,所以会感受到神的脸 你如果不是跟神相交的话 我写一封信给神说,神啊,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你紧急,请你赶快,行神机 你没有看到神的脸,就没有跟神相交 但是当你看到神的脸的时候,经历到神的脸 就是讲到说,你在跟神相交的时候 你感到说,我感到神向我微笑 我感到说,神的喜悦 这都是讲到,我们跟神相交 是恩给你,愿祂是恩给你,be gracious to you 这也是讲到一种美好的关系 神向着你是恩慈的 祂向着你的脸,是微笑的 然后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跟显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领受到什么? 神的恩惠跟平安 是恩给你,是你平安 这是什么结果? 就是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跟显现 当我们经历到祂的脸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一切 恩惠跟平安,就是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之后 所领受到的祝福 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什么地方有这句话? 十七处 包括保罗的每一封书信里面,一开始都会有这句话 罗马书,临前临后 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贝利比书 哥罗西书,铁钱铁后,提前提后,提多书,贝利门书 这十三卷都有这么一句话 真的吗?真的,你去查一下 差不多是这样子 当然有的稍微字句 字眼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几乎都是这样子 后来包括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还有约翰二书,启示录 都有这句话,都是什么? 什么东西归给我们?恩惠跟平安 这不是跟旧约里面,大祭司的祝福一样吗? 赐恩给你,赐你平安 所以恩惠跟平安,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 恩典还有平安 这个平安是什么? 平安还包括是灵魂体,还有凡事的兴盛 所以,我这个都是天上的祝福 地上没有,地上也是有的 都包括在里面 包括我们的灵里面的平安 跟神之间关系是对的 我们魂里面的平安 我们思想、感情一直都平安 身体平安就是健康 凡事的兴盛 神祝福我们所做的每一切都兴盛 这就是平安,shalom 原文就是shalom 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居所 平安的居所 所以这个平安,当他说 愿你平安的时候 就是愿你一切都美好 愿你一切都丰盛 所以这是一个灵魂体全人的大的祝福 当神向我们仰脸的时候 我们就会领受到真正的平安 好了,然后他说 你为他们祝福之后 然后我也要祝福给他们 所以这边讲到先看到 我们为人祝福 既是为他们祝福,是先祝福什么? 祝福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祝福结果 愿耶和华如何如何 然后是人给你,是你平安 所以基础都是在这个关系 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 神啊,求你医治他 主啊,求你让他移民很顺利 主啊,让他的工作很快找到 但是我们忘了 我们应该先祝福他们的关系 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主啊,愿祢的喜悦在他身上 愿祂在你面前蒙恩 让祂跟你之间有个对的关系 当他们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之后 后面都会跟着来 所以我们要祝对福 就会产生对的结果 不要祝错了,要对 祂说,祝福对的话会怎么样 他们就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 以色列人祝福 原文是说,NIV 它说写 So they will put my name on the Israel, and I will bless them 他们就会把我的名字放在他们身上 放在那些以色列人身上 所以当祭司这样子,为他们祝福的时候 他们就是把神的名字放在这些人的身上 当神的名字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就是在宣告什么? 宣告这些人是神的产业 我身上有一个名字,是神的名字 就表示说,我是属神的 所以当他们这样祝福的时候 神说,会有一个果效 就是宣告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 神就会负责,因为这是祂的 所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这些祝福下去之后 神的名字就临到他们 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 神的产业 神就会负责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为人祷告,为人祝福 愿神祝福你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对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为人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把神的名,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让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 对的关系之后,其他的就会跟着来